大家好,我是Stan 一直指控演员尹森玉和吉迪等人的那个女生K某 最近在警方调查中改变了对吉迪的立场 并在调查过程中 他向警方陈述了另一位著名演员B某 以及歌手C某的毒品指控 根据10月25号媒体报道 最近K某在警方调查中表示 我没有亲眼看到吉迪吸毒 和吉迪一起来的B演员可能吸毒了 他怀疑B演员的理由是 不仅是基地,B演员也去了那个有可卡因的洗手间一两次 并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即使没有喝酒,他的眼神也显得非常迷茫 他在警方调查中这样承受了 而除了B演员之外 他还指控著名歌手C在今年2月吸毒 他表示,我们在朋友家里吸了很多种尿品 C歌手说,其中可卡因感觉很好 仁川警察庭表示 因为现在有了新的指控 将会对这些指控进行深入调查 那个酒家女是不是因为吸太多 大脑已经融化了 警方只相信那个说谎的酒家女的话 这样做真是可悲 所以是连吉迪从洗手间出来的影片也没有 我昨天也和吉迪起吃饭了 昨天吉迪还来我家做泡菜了 谁不能这么说,疯女人 根本无法相信那个酒家女的话 如果是真的,她早就该说出来了吧 看样子,因为两个人都是阴性反应 现在因为焦虑,所以急着找其他理由 警方应该安静地进行调查 别再闹出这种乱子,真是令人疲倦 这女人穿警方跟这个女人真的适合 对于那个女人K某的指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国演员们都吓到的JVP庆祝舞台 11月25号在首尔举行了第44届 青龙电影奖颁奖典礼 当天JVP穿着白色超长白礼服 表演了非常热情的舞台 但可能是造型太特别 在台下光看了演员们的表情 笑爆了韩国网友们 在表演结束后 上台颁奖的伊森敏和苏季 也提到了白金江的表演 苏季表示 看到刚才白金江PT的庆祝表演 我非常高兴 舞台真的很大胆 非常棒 随后伊森敏表示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演员们的表情 但当白金江唱歌时 所有演员的表情都被拍到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确认一下 让现场变成了笑声海洋 大家都是不知所措的表情 从JV18太可爱了 KK BJNKKKK 跟看完女精死的表演后 被抓到的演员Kim Young-se的表情 真是太不一样了 哈哈 在家观看的观众们表情应该也差不多 有人说 这是看到白金江的JVPIDOL们的表情 这个吗? 对于白金江的庆祝表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嗯 基本上是按据 有点凭 阳 看到渠废 龗 长 成任